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会有不同的个性展现 少管亲人的闲事 只有亲密有奸 家庭才能真正和谐 大家彼此留出足够的空间 才能保持在最舒服的状态 操心别人的百见闲事 不如做好自己的一见识事 多读古书 开眼界 少管闲事 养精神 这才是处事的大智慧 二 不管情事 古人说 不做中人不做宝 一生一世没烦恼 给有感情的人当中间人是最不讨好的事 今天两个人要分手 明天可能就和好了 劝和劝分都是你的不是 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所以 遇到他人的感情的事情 最好不要掺和 三 不管家事 古语说得好 清关难断家务事 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 一家人在一起 勺子总会碰锅芽 这里面的纷扰 自家人尚且说不清楚 一个外人又知道些什么呢 况且 家事不是讲理的 而是讲情的 这不是外人能插手的事情 所以 别管别人的家事 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也没有这个能力 四不说 一 不说坏话 口是伤人辅 言是割舌刀 知人不必言尽 留些口德 不要工人短处 接人窗疤 接人窗疤的人 招人痛恨 害人害己 人活一生 是以尊严利于世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每个人都有尊严 都耗面子 所以在生活中 不要接人短处 背后讲坏话 二 不说狂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永远不知道 别人到底有多强悍 人可以有傲骨 但是不可以有傲气 人生大部分的失败 都源于两个字 一个是懒 另一个就是傲 狂妄的人眼界狭隘 不知天高地厚 看似张牙舞爪 其实不过是指老虎 海纳百川 成其浩大 山剧土石 成其雄伟 谦虚一点 总没有坏处 三 不说怨话 生活不易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怨天尤人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传播负能量 亡羊补牢 游未晚 怨天尤人 无意义 牢骚多了 朋友就少了 不能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 没有人会喜欢 整天对着一张怨妇脸 遇到问题 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人或一世 抱怨一天 不如努力一天 有说话埋怨的力气 不如迈开步子 挥洒汗水 四 不说空话 紫琴问老师墨子 多说话是否有好处 墨子说 蛤蟆蚊子日夜叫个不停 叫得口干舍糟 可谁会听他们呢 再看公鸡 黎明按时提叫 天下震动 人们早早起身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人要么不说话 要么呢 一开口就说中要害 不要说没有价值的废话 多说无意 贵在恰到好处 严谨一概是境界 口若悬河 何尝无魅力 只要在正确的时间里 正确的场合 对着正确的人 说恰当的话 五不帮 一 逞强的忙不能帮 古人说 力威修富重 言轻莫劝人 帮助别人 也要量力而行 在自己能力范围的忙 可以帮就帮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忙 千万别逞强去帮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去取悦别人 先管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二 越界的忙不能帮 人与人之间 关系再好 也要懂分寸 明确自己的位置 分清自己和他人的界限 涉及别人的家事 私事 这样的忙不能帮 越界帮忙 别人未必领会你的好心 一时一起帮了忙 很容易变成 多管闲事 三 不知感恩不能帮 俗话说得好 生米恩 斗米愁 人与人之间 帮忙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总有人把别人的付出 当成理所当然 一味索趣 而不知感恩 帮他十次 一次不帮就翻脸 到头来 还要怪你不够朋友 人心不足 蛇吞向 好心错付 自损伤 帮忙之前 一定要看清 对方的人品 不然啊 就是在喂白眼狼 四 救穷的忙 不能帮 救急不救穷 帮困不帮懒 一个人落了难 帮一把是应该的 这是为自己积福 但是 如果一个人 不肯上进 穷困潦倒 你的帮助 只会加重他的依赖 没有人是救世主 只可以救人其难 而不能改变 别人的命运 除非他思想上 有所改变 否则 这样的人 尽量不要帮 五 超出底线的忙不帮 不论是什么样的朋友 帮忙也一定要有底线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违法被得的事 千万不能帮 帮这样的忙 只能让朋友 越陷越深 而且还会连累自己 学会劝解朋友 千万不要冲动 守住底线 才能 守住良心 好了 今天的文章 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要记得点亮 右下角的再看 或者把它分享到 你的朋友圈里 和大家一起分享 生活当中的感悟 明天 我们不见不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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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见不散